今天带你们去街头拍些王家卫风格的素材 王家卫的电影不必太在意故事情节的讲述 通过影像和对白能接受到某种情绪就够了 每一天都有很多机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 而你或者对他们一无所知 不过一只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而已 其实要做出这种效果并不难 只需要把快门速度调慢即可 像这样 其实王家卫的电影是通过抽针来完成这种独特的影像风格 我把快门速度调到六分之一左右 只是模拟出类似的效果 我现在要从街对面跑过去拍一个比较经典的画面 拍的时候记得让主体人物保持静止或相对静止 就不会虚掉 说真的这个时间在这里拍东西让我觉得并不是很安全 而且这里不开空调特别热 我觉得全都是汗 喘不上气吧 如果你想画面更有电影质感 不妨加一些冷色调的鱼精 比如绿色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每个东西上都有一个日期 秋刀鱼会过期 肉罐头会过期 连保鲜值也会过期 这里面三楼其实有家很好吃的印度菜 下次带你们来试一下 我是达文区装插青年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